诗篇十八篇四十一节 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应允 在这一节的经文 我们一直在看大卫 他在描述他跟那些仇敌 那种的关系 这一节经文 主要就是讲到 他们就是指到那些仇敌 在四十一节 就没有讲到大卫他自己 但是在这里用过他们 就是讲到他的仇敌 即使是在呼求 那他们在呼求 却无人拯救 即使他们 是发出那种的呼声去求助 但是 是没有人去拯救他们 那就是这里 在回应第四十节 其实就是 神使他的仇敌 就是转身逃跑 或者是 让他剪除了那些恨他的人 所以 四十一节就讲了 即使他们是 在这样的处境 他们发出呼求的声音 都没有人拯救 那 后面那一节就说 就是呼求耶和华 他也不英文 就是说 就算他们对神 对耶和华 对上主 发出的呼求 这个他就特别讲到 耶和华 主 就是我们的神 都不会英文他们 所以在这里 是突出了 他们 和人 再加上 耶和华 那个三者的关系 在这三种的关系里面 虽然没有讲这个大卫 但是 却是在四十节那里 正是因为这帮的仇敌 他的呼求 是没有人拯救 就算他们呼求主 耶和华 就是神都不会英文他 所以 就是承接着 大卫就可以 是神 使他剪除这些恨他的人 当我们看到 这些恨人 或者是 这些的仇敌 神是会 在 他定的时间 是对这一帮的 仇敌 是有他自己的作为 所以 我们看 其实这些大卫的仇敌 是去攻击大卫 结果反而 是被大卫 去消灭了他们 反过来 他们是没有人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需要 继续去倚靠神 七天父 我们真的需要 倚靠仰望你 我们在这节经文看到 大卫的仇敌 他们呼求 却没有人拯救 即使他们呼求神 你都不会英文他们 今天 我们都面对 不同的仇敌 或者不同的人攻击我们的时候 我们更加需要 倚靠仰望你 祈祷奉主命求 阿们 祈祷奉主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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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奉主命求